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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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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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大公共卫生学院的健康调查进行了两年 負责这项研究的教授说 有四成参加评估的人都说自己健康良好 但经他们初步分析就发现 近半数受访者其实有超重和高血硬问题 人数比例还随着年龄上升而增加 他如果能够做些事去预防的话 他就不会变成不正常 不会生病了 但是如果他不留意的话 他接着就会变成患病者 或者叫长期病患者 甚至长期食药者 五十一岁的杨茜茜 读书时经常做运动 游泳打球 样样皆能 她身体一向很好 全年都不用怎么看医生 步入中年更加年年延伸 我近二十年都少动了 体重又升高了 我会担心 可能我多过几年后 突然间血糖很高 血脂很高 或者血管硬化 就算我现在做多些运动 或者控制饮食的话 我相信都未必一定可以 逆转到我最好的时间 但是我都相信 其实如果我不继续做运动的话 我会继续叉下去 Jenny是注册防护师 有医学背景 还是救商队义工 有二十多年急救经验 她说自己每年的验身报告 虽然一切指数正常 但是近这两年 她经常觉得很累 所以 都有一些担心健康状况 睡的时候 睡得没那么熟睡 有时肌肉会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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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到很紧 都是一个都市人的病 精神紧张 疲劳过度 我今天没事 不代表我明天没事 可能过两年之后 我突然有血压高 突然有糖尿病 因为我超重 机会很高 我既然不想有这样的结果 我便现在去注册我的身体 先看看吧 虽然都是很忙碌 但是我都争取每日 用到半个小时至一个小时的运动 希望自己可以由压健康状况去健康 因为我非常非常不想 就是越来越差 然后迟些有病 已经太迟了 陳丽雲是大学教授 既要上堂 又兼做大学一个研究中心的管理工作 每日的时间表排得密密麻麻 前两年 身体最终向她发出警告 我前几年 就直接是啞了 说话很辛苦 不断都是很累 是导致到一个压健康的状况 周伤骨痛 头痛 没有精神 记忆力衰退 集中精神 又集中不了 睡觉质素又差 这些状态 其实很多人都有 尤其是年轻一辈 因为他们要上班 他有一个这样的症状的时候 其他人就会说你懒 你为什么不专心一点 他们因为没有一个症状 没有一个名字去告诉人 听说其实我是疲劳终合症 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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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离文说 外国二十多年迟 已经将这些常见的都市病症状 定为慢性疲劳终合症 如果病症持续半年以上 就不可以掉以轻心 如果一直累积 可能会发展到其他的糖尿 除了疾病症 抑郁症 心脏有事 或者血管刺失 这些长期更加严重的病 因为我们没有留意 而是预防没有做到 到时发现大病的时候 已经太迟了 林达明是典型白领一族 工作时间长压力大 生活节奏快 经常瓶瓶瓶瓶 我上班情况很不静时 从早上到晚上七点八点都没吃饭 我说为了找食必须要做 现在年轻人常去拼命做事 赚到很多钱 但将来会否用钱买回来健康 也是一个问题 林达明说自己已经很注意健康 工余尽量抽时间做运动 但在近一两年来 身体状况似乎明显转差 脾部躁股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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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很容易记不住的东西 睡就睡不好 睡完之后第二天一起床 好像没有睡过似的 在巴士上或者在厂厂厅上停下就想黑眼睡 我现在只是四十一岁 结果都是找不到原因 几个月前 他参加了一项 专为万性疲劳综合症患者而设的研究计划 希望练气功可以帮他改善身体状况 现在是不处理的 由小病变大病 大病变成医院的时候 真的会很严重的 去寻求他帮助他 自己能不能回復之前的状态 起码不会再继续插下去 开始慢慢 有公转 有自转 旋转 就好像大家看多一次 望月 陈丽雲是这项计划的负责人 根据医学研究 定期运动可以帮助舒缓身体不惜症状 他认为从西医角度看 目前都没有治疗疲劳综合症的有效方法 倒不如从传统医疗方法入手 看看有没有成效 因为中医的概念 就不是打个病症 而是顾本培缘 是自我锻炼身体 令到你自己的免疫力好了 令到你自己的能耐好了 才是最终解决的方法 所以我们是会倾向 会觉得 用一些东方的形式 由我们自己付起 自己的健康责任 古人智慧就是说 上医医胃病之病 现代社会的讲法就是 预防剩余治疗 香港人早点来注重身体健康 和提前保养 为社会的医疗资源 也节省一个很大的开支 那每个人自己身体健康 也少痛苦 根据联合国最新人口调查显示 香港男性的平均寿命 79.6岁 女性85.3岁 同样排行世界第二 人均寿命比10年前增加3岁 香港人如果平均寿命来看 就好像是很健康 但从一些生活习惯 和慢性病的趋势 就其实不健康 例如你不做运动 缩果不够 没有食堂的休息 变成了来说 令到慢性病的发作机会 就开始退前了 所以这是一个危机来的 其实一个叫我们说 新世纪的健康危机 是出现的 不只是香港 在亚洲很多地方 你会看到经济发展 和国民的慢性病 或者肥胖 高血脊 其实是一条线走的 你现在8岁 你BMI21.6岁 你属于哪个里面 你平时还不做运动 做运动 多久做一次 一次做两次 你现在多少岁 10岁 10岁 但现在是155岁 其实都是有点高的 不一定是有高血压 有可能是 平时紧张 高血压和糖尿病 是香港两种 最常见的慢性病 根据卫生署的资料 每10个香港人之中 3个有高血压 1个有糖尿病 另外 有4成香港人超重肥胖 胆固醇指数高于健康水平 你8岁 你8岁 那你就超重 你是不是自己知道自己有点超重 知道 很多这些慢性的病 以往都是年纪大才有 现在就是越来越年轻 年轻到大家都不相信 这么小过有高血压 这么小过有糖尿病 就是这样 越来越年轻化趋势 现在大部分的学校 我们都发现 有很多小孩是超重的 可能大部分的家长都会想着 那些小孩胖胖白白 其实是最好的了 那如果譬如说 做到什么厉害 学校成绩好了 最好是长一些食物 其实这样就形成了 我们很多小孩都有超重这个问题 我们经常都会教小孩 从小时候就开始要储蓄了 健康都要储蓄的 其实是从很小开始 就要慢慢存一些 那从来都不存的 那我们是健康负资产 到病了才去做那些事 有些时候太迟了 那我们就想从大家的经历里面 去谈一下 有没有一些中风之前的先兆 你们是经历过的 平时一些跡就有没有 但只是那天是很头痛 即是头痛到就很… 高血压糖尿病 由于没有明显病症 通常等到病发症出现 例如观心病 中风 神衰竭等等 病人才发现这些无声杀手的存在 中风前就没有任何先兆的 在我来说 我就知道自己有血压高 曾经吃过中药 降了正常水平之后 我就一直都没什么理了 住院之后 就是医生说 我打过成高 血压高 一般的都市人的弊病 就是不去看医生 有什么事 吃中上药 血压高 糖尿 和血脂高 我完全不知道自己有的 直到出事入院之后 我自己才警觉 原来有这三高的 我的血压 是去到 一百八十几 上压 是下压 去到一百零几 我的血糖 去到 正常应该说 胸腹 就是五 但是我胸腹 都去到 三十四 刘劍雄 六年前中风当时 只有四十八岁 他说 自己十八岁出来打工 一直只顾工作 没有运动 加上饮食没有折制 所以短短十年间 体重急升了六十磅 最高风当时 去到八七磅 但是我看见 那时候肥肥 看见那个饮食家 肚子都是这么胖 都没有事 每个都是这样的 每个 因为香港的都市人 都是差不多的了 所以就 没有了这个戒心 我的朋友和同事都劝过他 喂 你忍住 你要去 查一下身体好些 我当时回答他们 哎 行了 迟些我会去的了 年复年一路拖拖到出事之前 都没有理解到自己的身体 还有去做个健康检查的 刘健雄在六年前 忽然有一天 觉得右边手脚麻痹 全身没力 而且口齿不清 到医院检查之后 医生证实 他是脑血管 壁塞性中风 自此之后 他右边手脚都不能动 没办法再工作 正是想红心脏志 去创立一番事业的时候 一场中风 就令到你什么都没了 我希望所有人都要停一停 想一想 想下你有健康 然后才有你的将来 就算你是要去充斥的 为什么你不浪费一点点时间 去检查好你的身体 去保持好你的健康 然后再去充斥呢 你通常做身体检查 有点不妥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你会很紧张 人就会觉得 是不是有不妥啊 什么样 我反而我觉得这样 会令心理压力 不舒服 我觉得 觉得 很麻烦 你又不是抽到很多时间 去到那里检查 如果真是有事 自己会知道的嘛 是咯 那查又是一笔钱 不想查 香港人太过忙 工作上 你不断不同的指标达到 你根本也没有时间 去关注健康 李教授从事健康教育多年 专责向公众 推广预防胜于治疗的健康观念 不过总结自己的经验 他说成绩强知人意 我想关注程度是不够的 如果你说他知道 认知可能知道 但落实来说 还有一段很大的距离 其实一样的成功的话 推动健康也好 有什么项目也好 其实你需要深度 和去到根源 这个是相当时间的投资 而香港人往往 就是没有了这个时间和空间 李康俊开了的士十几年 他从来没有做过身体检查 直到两年多前发觉心出现搞痛 驚起上来去找医生检查 才发现心脏一条血管塞了八成 要做通波制手术 既然自己过去有这样的经历的话 很担心一件事 会不会自己有一天中风 或者爆血管那种情况呢 考虑到为了自己 为了自己的家人 以至乘客的安全 更加需要加倍 去注重自己的健康 我现在也安排了一个星期 最少休息两天 平时就算上班也好 我会在中间的时间 都会争取两三个小时休息 这个也可以令到我自己 本身的健康就会比较好一点 Mono Andy 是 就这样 我们未来就会推动一些会员 进行一个体检 那你到时收时间了好吗 好啊 李康俊现在以过来人身份 一有机会就劝行家 定期做身体检查 不过 他说普遍人都是反应冷淡 我们的士司机 很多时候都抱着这个 调行的心态 几时运动 二来比如说 发觉有什么疾病的时候 他不医又不是医又不是医又不是 要筹出一些费用去就医 甚至乎可能他们个别的经济环境都不是那么理想 所以来说他们普遍都不是那么接受 去做这些检查 世界卫生组组织将推动预防性健康 定位为21世纪的主要工作目标 提醒我们要经常注意身体发出的警号 身防慢性疾病 毕竟预防胜于治疗 大家常常看着任何传织的走势 你也应该看看自己健康的走势 是一直都是正常的 稳定的 还是开始走下坡 我们现在最希望能够做一道的话呢 就是我们现在香港人 不单只要60、70岁的健康 到80岁都很健康 到90岁都很健康 这也是大家所期望的 健康的生活行为 就不要当作又是老生常谈 但反过来问自己 我有没有做到 有没有定时睡觉呢 有没有定时运动呢 有没有吃够的蔬果呢 留意自己有没有 如果还没做 就不如今天去做 接下来讲的是《东张西望》 以为撇甩阿妈 从此过二人世界新生活 怎知道 虚文就已经在政府的安排之下 入住中院的小时 一楼楼不是买楼 你当然是新搬来的 你不得了 你不要记得了 这是你大丁公囊 借电话我报警 你帮我报警这件事 一屋住家人 明晚7点